严格林 陆范烟时 第31章 回上海 我祖父回上海前夕 我祖母的失忆症已经恶化 一次居委会的阿民堵住下班的单绝 向他报告 婉玉又交给他一份入党申请书 他对阿民羞怯的说 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条件不够 政治尚不过硬 现在老伴要回来了 政治上的包袱也就没有了 所以斗胆向组织申请入党 阿民缩头缩脑的指着楼上冯家的窗口 愁苦的小生笑道 你看看 他怎么连入党这种天大的事都忘了呢 从此后 婉玉再到居委会去 阿民就把他送回来 要他好好休息 到了我祖父陆燕时 从青海回到上海那天 我祖母连居委会是怎么回事都忘得干干净净 阿民偶然看见他在阳台上晾晒衣服 便向楼上招手 问他早饭吃了没有 他会客气的回答 农好 婉玉头一次见某个人 就这样跟人家正规的打招呼 农好 所以阿民以后也不再跟他招手了 我祖父是1979年冬天回到上海的 他先来了一封电报 报告火车班次 那几天小娘娘的演讲太忙 实在没时间接战 我父亲只好带着我一道去火车站 故事就从这里把我裹进去的 因此 接下去出场的这个穿着小喇叭裤 正准备考大学的女孩就是我了 像所有18岁的女孩一样 她要忙的事情太多 光是秘密恋爱和剪裁缝纫时装就快要累死她了 所以她告诉附近冯子叶 她要温客 没时间跟她去火车站 父亲一脸凶蛮 说她没跟她商量 去车站是必须 火车是从西安开往上海的 从车上下来的人身上和脚上都有一层黄色尘土 站台空旷了 留访归来的老祖父却迟迟不出现 父亲烦躁的说 回了她电报 叫她别动 别动 还是乱跑 好了 大家肯定错过了 父亲不愿承认 她已经不记得老头的模样了 她开始以为老头的大个头会让她一眼认出来 女孩子从来没见过她的祖父 她所有的照片都被她父亲烧掉了 文革中附近从她祖母那里找出所有她祖父的照片 在马桶间里烧了一叶 瓷砖都熏黑了 她和她哥哥从来不清楚祖父犯的什么法 只知道她是个大政治犯 够资格挨枪毙的 后来他们明白想弄清祖父的具体罪状是妄想 那个时期的罪状都比较抽象 渐渐的 整个空站台就把附近和她晾在正当中 她爸爸骂骂咧咧 都打算带她走了 突然看见车尾巴上站着个人 穿一身黑不黑 蓝不蓝的棉袄棉裤 黑暗的脸色 并不高大 她疑惑地往他们这边走几步 盯着他们看 是以整个身姿来体现那个千公微笑的 她明显地在希望他们先开口问话 父亲小声跟她自己说 不是的 不是的 一点影子都没有 女孩儿也但愿不是的 这老头样子猥琐 不是那种敢做敢为敢犯王法的模样 老头换出了父亲的乳名 毛头 他们三姐弟的乳名为 大男男 毛头 小男男或小妹 此刻附近把女孩儿往老头的方向使劲一推 这是你爷爷 叫阿爷 原来这是他坚持要带他来的原因 他叫一声阿爷就省了他叫爸爸了 接下去阿爷的泪水流下来 他脸上皱纹太多太乱 所以眼泪流成横的斜的直的 女孩父亲的眼睛也湿了一下 这场合不流眼泪是不尽情理的 从这一刻开始 大家都降低辈分 沿用这个孙女的称谓 叫陆燕石阿爷 因为阿爷可以用来尊称任何人家的老头儿 不像爸爸 只能称为血缘定义的那个重要角色 叫了阿爷 便可以混过去不叫爸爸 以免下一场政治运动再次让他们改口叫老头别的头衔 都难堪 也费事 阿爷陆燕石的行李很多 儿子子夜在火车站口叫了一辆出租车 路上 阿爷叫女孩成纯 女孩一惊 他还记得那个只用了三年的名字 他在进幼儿园时就改叫学疯了 他父母在这方面宁愿放弃品味情趣也要跟时尚 到了家老阿爷的眼睛就到处看 但只要他发现你在看他 他眼睛马上就老实了 听了向前看口令一样直视前方 不久家里所有人都会发现 他的动作在暗中被口令控制着 最初的介绍完成 女主人前爱月又回到厨房烧菜 男主人冯子叶出去买啤酒 学丰也赶紧逃进他的小屋 学丰的哥哥去北京上大学之后 这里就是他的卧室和书房 他们小时候的上下铺现在做了仓库 两层铺板之间塞满被子 棉絮 书籍 写字台朝窗 坐在桌前就是几辆对着门 学丰打开台灯 窗外天黑了 窗玻璃忽悠一下 似乎有个人影刚刚映在里面 又退了出去 他马上回过头 正瞥见老阿爷离去的背影 他不作声的来看了看孙女的屋子和孙女 还是想看看其他什么 他听见学丰起立 便站住了 此刻他站在过道的阴影里 样子真的非常灰暗 他笑笑说 读 读你的书吧 读吧 学丰问他是不是在找什么 他说是在找 到底找什么呢 找冯婉玉 女孩张了一下嘴 似乎给老阿爷逗乐了 他没想到他会这样回答 一个如此灰暗不堪的老人竟这样坦白 或者说俏皮 他微微口吃 嘴里有话的时候 嘴唇却被摆错形状似的 要重摆几次才把话吐出来 学丰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 冯婉玉两天前让冯丹爵陪他去理发店做了头发 从此后就不肯出门 怕头发的波浪给风吹塌了 给雨淋化了 现在冯丹爵正用学校的福尔嘉把冯婉玉往这里送 菜都端上桌了 冯婉玉还没有来 楼下的传呼电话来叫人了 冯子叶 听电话 子叶听了电话回来 招呼大家先吃饭 因为冯婉玉不太舒服 今天不来了 陆烟时的脊背慢慢地靠到椅背上 彻底放松了 也失望透了 冯子叶看看父亲 心想 看来要阻止老鸳鸯的第二次新婚 是要费点劲的 而且 让老头一人住在楼顶的半间屋里 老太太说不定会跟进去 那就更看不住他俩了 所以吃完晚饭冯子叶就宣布 老阿爷住学丰的绣房 学丰搬到学生宿舍楼顶上那间斜顶阁楼去 就像所有青春男女一样 学丰巴布地搬到外面住 方便他秘密恋爱 也不用听母亲洗手了嘛 衣服穿这么少 的唠叨 更不用看附近坏脾气的面孔每当他穿喇叭裤 他这副坏脾气面孔就摆出来 当晚他就把被褥和几件衣服打了包 让附近用自行车拖到他的新居去了 爱月给公公烧了两大锅水 倒进很久不当浴盆用的浴盆 兑上冷水 浴盆里的水涨到半满 老阿爷跟前跟后 道歉一般嘟囔着字 自己来 字 自己来 嘟囔一声 人就打个弯 双手朝前移送 可以理解为作衣 亦可以理解为抢夺爱月手里的毛巾 换洗衣服 小板凳玉盆比较高 爱月担心老阿爷跨不进去 他太不了解家里来的这个老人怎样的伸手矫健 他要老人穿子叶的棉毛衫裤 那是一套洗得极其柔软 膝头和肘部打了补丁的旧衣服 像大部分上海女人一样 爱月会缝纫 其他各种手艺也都会一点 因为没有比学会各种手艺更省钱的了 老阿爷一看换洗衣服不是他自己的 人又是弯一弯 我 我自己有的 有衣服的 爱月说 小得了 你有的 那些衣服给你洗洗再穿 老阿爷有点着急了 说 都 都是洗干净的 他自己生活了这么多年 多么非人的环境都把自己伺候过来了 现在环境这么好 怎么能把自己交给人家去伺候呢 爱月说 子叶关照的 要我把你的衣服放在开水里煮一煮 再拿进屋里来 他们一家住三楼 往上走半段楼梯 就是一个小水泥露台 爱月在上面养了四只下蛋母鸡 还累了一口烧木柴的灶 做了一口铁锅 用来煮鸡食 蒸米粉肉 用煤气蒸米粉肉是用不起的 两三个小时的煤气费 把猪肉都蒸成龙肉了前爱慕原话 偶尔也在铁锅里冉冉毛线和衣服 实在想奢侈一下 就用铁锅烧热水泡盆浴 那么这里就成了小型老虎灶 住 上海人把卖开水的店家叫做老虎灶 比如此刻为老阿爷烧水 他们从火车站回来之后 子叶把他从西北带回的行李放在门外 就是怕行李包裹着什么微小活物回来 老阿爷说 老 白狮是没有的 都捉干净了 爱月笑笑说 晓得你没有老白狮 阿爷 还是当心点好 你快去洗澡吧 水要冷了 老阿爷不再说什么 但他不知怎么又跟着爱月到了大门外 正好看见爱月用一把火钳子 在挑那根绑在旅行包上的布袋子 旅行包的拉链报废了 他只能用布袋子把包捆绑起来 让 让我自己来 他说 你快去太狱 儿媳说 有点不耐烦了 这家人很少享受浴盆里泡澡的待狱 给他这待狱他还不领情 水都要凉了 老阿爷不理会他的心情和心意 走过来用黑黑的指甲解着布袋子的结 解不开 又用牙 他的假牙不比指甲好用 所以最后还是指甲解开了死结 他从里面拿出四瓶沙吉酒 两瓶菜籽油 一塑料袋住野鸭蛋 闻 野鸭蛋 我自己捡来的 老头得意的把塑料袋在儿媳眼睛前面晃一晃 人 家里人很快发现 只要他不紧张 不再辩解 不再回答你的提问的时候 是不口吃的 书 等到老阿爷洗了澡出来 水泥露台上的大铁锅里已经又烧开了一大锅水 紫叶和爱悦艺人拿了一个火钳子 把西北带来的衣服一件件放进锅里烧煮 他们尽量伸长手臂 这样他们的身体就可以远离火钳子上加的外套 毛衣 内衣内裤 袜子微薄 不去看火钳到底加的是什么 你一定以为他们从某角落加出了死猫或死老鼠 要不就是从阴沟里掏出的一团哦久了的糟粕 他们煮的大部分东西都久成心 显然老阿爷在回上海之前狠狠打扮了自己一下 还有一件衬衫和一套迪卡中山装一次没穿过 现在也一视同仁的给一锅会了 把那套迪卡中山装用火钳子抖开时 夫妻俩对视一眼 这大概是老阿爷陆烟时做新官人的行头吧 呜 第二天是礼拜天 一般夫妻俩会赖赖床 但紫叶听见老阿爷已经起身了 紫叶不想起来在床上翻了个身 听见爱月说他一个人摸出摸镜要紧吧 紫叶赶紧爬起来 他不仅是好爸爸也是好丈夫 很疼自己的家主婆 像上海大多数好男人一样 他会干许多女人的活 比如烧饭烧菜洗衣运衣 爱月跟他过下来不容易 曾经那个他爱疯了的大学女同学 就不会跟他把日子过下来 甚至还没开始过 就撤退了 他到客厅的时候 发现附近已经独自出去了 那个拉链报废的旅行包里 东西摆得整整齐齐 犯人原来是很整洁的 紫叶把旅行包打开一点 看见那套仍然潮湿的中山装 叠得渐棱剑角的放在一个塑料袋里 被摆在旅行包最下面 那件崭新的衬衫也折叠得 如同百货商店柜台上呆售的货品 只是在昨晚被烧煮消毒的时候染了颜色 染得蓝一块黑一块 那几片深红大概是他的沾袜退的颜色 他重新打包是要出发去哪里 去跟冯婉玉私奔 也许是他不愿意自己的东西给主的繁花似锦 也许他压根就不愿意他们碰他的东西 犯人原来这么护窝 这是狗或狐狸的本能 这时楼下传呼电话叫人了 30号 冯子叶听电话 电话是妹妹丹爵打来的 说还没起床就接到老头子的电话 只剩兄妹俩的时候 他们就叫陆烟石老头子 这样叫还是最顺口 也最能体现两兄妹哀大漠过于心思的玩世不恭 丹爵说也不知道他怎么弄到他家电话号码的 子叶的猜测是这样 老头子今早起的早 坐在沙发上没事做 研究起茶几的玻璃板下压的几个电话号码来 他猜想有一个一定是丹爵家的 于是就到公共电话亭里一个个是打 终于打到丹爵那里去了 丹爵告诉哥哥 老头子约他们的母亲出去用早餐 子叶嘎嘎的笑起来 一对老活宝已经开始约会了呢 丹爵告诉哥哥 母亲冯婉玉现在已经梳妆打扮停等 要他到弄堂口去叫一部出租车岔头 兄妹俩人决定付父母的约会 冠冕堂皇的借口很好找 怎能让老阿爷大老远回到上海掏腰包呢 一对老人自己在外吃饭做儿女的不放心 丹爵向父亲建议这样意义重大的早餐应当到锦江饭店去吃 子叶骑车带着学风 爱月骑着自己那辆打扮的珠光宝气的红色小轮盘自行车 一家人直奔锦江饭店餐厅 冯婉玉和丹爵还没有到 五分钟后 一个身影晃进来 子叶抬头一看 是陆烟石 陆烟石简直是摇身一变 昨天晚上的灰暗脸色完全退掉 两颊微红 眉毛又浓又黑 最让子叶一家惊奇的是她的一头卷发 昨天稀疏无力的贴在头皮上 勉强盖住她大大的头颅 现在却浓黑卷曲 疏离成一种年轻的样式 可以想象她还能倾倒一群贼心没死的老妇人 看来老阿爷一早出门找到了一家理发店 把自己的头脸好好收拾了一番 她看见子叶一家脚步一顿 她没有料到在这里会遇到伏击 婉玉和丹爵相依而至 婉玉银灰的头发做成了宁静海面上的波涛 额头上轻轻拱起一个弯度 十分的曼妙 身上穿着豆绿色外套 燕石不知道这种外套叫春秋山 她看了燕石一眼 又回过脸去看丹爵 脸上两片浅红 这么个岁数还如此娇羞 紫叶和丹爵小臂上刷拉一层鸡皮疙瘩 燕石眼睛忙不过来 一会看婉玉 一会又转向丹爵 丹爵感觉到这种气氛中必有的可怕压力 喘气都急促了 他索性扬起嗓门对燕石说 你离开家的时候 我还在高中 现在你在马路上碰见我 还会认识吧 燕石看不出丹爵在活跃气氛 排茧压力 被他这句话弄得动感情了 眼泪汪上来 一面认真地点点头 我 我后来也看过你的 丹爵率性的哈哈一笑 那不算 那是荧幕上的人 婉玉跟不上了 此刻插话 谁在荧幕上 丹爵说 那部片子很多地方都没有放映 你们那里倒是放映了 燕石说 我们那里很多片子都比你们这里先放呢 他甚至有点炫耀 好像他去大西北逛了二十多年 而不是九死一生的服了二十多年的行 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多岁 跟我现在是两个人了 颇长的燕灵九灵熏陶了丹爵的嗓音 那是一种粗粗的 沙拉拉的嗓音 可以给你的听觉抓痒痒 因此你一听就爽 燕石的嘴唇又动了两下 似乎嘴唇又摆错了形状 而没有说成话 遇到这时候 丹爵和子叶会飞快对一眼 他们的父亲是个能说会道 开口成章的人 现在嘴巴多迟钝 就在谁都在说话 谁都没听别人说了什么的热闹中 子叶把碗玉安排在上座 中间隔着丹爵 又请烟石坐在丹爵旁边 丹爵点了几样点心 生煎馒头 蟹粉小笼包 萝卜丝饼 豆浆 紧将的点心贵就贵在 每样点心都比别家小一半 单决嘻哈着评价 早点端上来 每人的筷子都在为别人加点心 都在和别人推让 有时被加到别人盘子里的点心 又被加回去 于是筷子在桌上横穿纵胯 充满盛情而缺乏效率 任何外人都能看出 这是一个很少在这个档次的餐馆消费的人家 都很紧张 每个人都怕自己比别人吃得多 谁吃得最少谁就赢了似的 烟石把一只蟹粉小笼包 隔着丹爵捡到碗玉盘子里 碗玉轻轻说了声谢谢 烟石向前探身 这样可以隔着丹爵对碗玉说话 还记得那年的蟹粉吗 你送来的 碗玉也微微把身体向前探 也是为了隔着丹爵可以看见烟石 丹爵一动 他无法看清烟石了 便靠回忆背上 朝烟石这边侧着脸 微微一笑 烟石也跟着他靠到椅背上 假牙文雅的合拢在桂圆那么小的包子上 现在丹爵和嫂子爱月热烈的说起话来 不停的打手势 身体重心不停的移动 丹爵每次移动身体重心 烟石和婉玉就得跟着移动 这样才能隔着丹爵相互对视 现在丹爵两个胳膊搭在桌上 他们俩上身便向后靠 争取错过丹爵的几两行程的隔断 继续他们有一搭无一搭的谈话 丹爵和嫂子爱月谈着学风考大学的事 这一门功课强 那一门功课弱 考不上怎么办 等等 丹爵每换一次坐姿 移动一下身体重心 坐在他两旁的一对老年男女 变得前腐后仰的 找着对方的面孔 眼睛 继续他们无关紧要的谈话 后来我知道那些听上去 无关紧要的话 其实是意味深长的 我的祖父说的几乎都是双关语 比如 这点蟹黄包起来也要包半天了 或者 欧米茄还蛮好 一看他就想到那时候了 两个人前腐后仰的谈了两个小时的话 从餐桌边站起时 婉玉对燕石说 来白象哦 燕石愣住了 这时 这时丹爵看见他在愣正 挤挤眼睛 吊笑道 母妈约你去玩呢 你答应他呀 燕石愣住是因为他以为 婉玉会带他回家 从此他就和婉玉继续 他们中断了二十多年的日子 燕石正要对婉玉说什么 婉玉已经跟着孙女学风走到前面去了 丹爵跟上去掺起婉玉柔弱纤细的手臂 往电车站走去 子叶推着自行车过来 看见父亲还站在饭店大门口郑重目送 叫道 回去了 燕石刚要走 婉玉向他回过头 一个年轻的微笑扶起来 就是 在mez色 巨